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台股在昨天跌到半年线 有今天没有止跌 没有反弹 还是继续往下 先看结果 盘中最多跌201 中场收跌197 也就是说收盘的时候 几乎就是收在今天的最低点 加选指数也好 灌破半年线 OTC指数一样灌破半年线 所以看起来半年线 这个刹车的效果并不好 那原因在于 其实早上11点多文章 我有提到一个重点 还是在于成交量 因为一般来说 你说指数从高档刹下来 18000 37,28日的低点反弹上来 从季线再往下刹 那 照理说应该月刹这个量会出来 可是今天成交量 已经剩下不到3000亿 2955亿 那还是尾盘 杀下去量有多一点 在今天中场之前 预估量只有大概 2200左右 剩下高点量的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动能不见了 量不见了 所以是这一波沙拉半年线 它仍然反弹不了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成交量那就是没了 而且没有人换手 没有人接手 所以那个支撑 它就起不了效果 所以这边就继续测 看哪边是低点 那真的低点出现 我认为终究还是要杀出一次量 那至于量为什么不见 我想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我认为我们当局有很大的责任 因为说27号要上路的 就是当冲的周转率 要列入所谓的新的处置的条件 当然集中交易所也出来喊冤说 大家太紧张了 他们经过压力测试了一年 这一年以来 除了当冲的周转率 同时还要考虑到什么涨跌幅 那其实也只有大概九段股票 会真的被抓去关 那如果要关的股票这么少 那有什么好把这个东西加入 新的处置的条件 如果你这个条件所造成的结果 被关的是很有限的 那何必多此一举 但是这个就好像以前的 比如说讨论说要负贞正所税 只是讨论而已 嘣嘣嘣嘣嘣嘣嘣 台股就跌了好几千点 所以那种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台股本来七月份成交量都还五六千亿 现在剩下不到三千亿 那一天少掉三千亿 你跟谁去要 跟谁去要 证交税 直接对半砍 量不见了 这间市场 他也哀声 瘫气 一堆股票在短短的一个多礼拜 跌了三成 市场没有人是赢家 没有人是赢家 所以我在文章中我还是呼吁 三思啊 这政策要三思 因为如果这个政策 经过压力测试 一年真的被关的不到十党股票 我认为他没有实施的必要性 没有 那今晚会也说 当初的交易税减半的措施 他们计划要延长五年 所以没有要取消 那我看今天最新的新闻说 好像财政部可能有点意见 可能就是觉得五年太长 maybe是三年 但是看起来就是要延长 财政部的意思大概就是 慢慢延慢慢延 不要一次太久 但是那个就是要延长 所以税减半的部分 我估计不会调整 但列入处置的部分 好像二十七号就要上路了 这部分目前看起来 是没有要调整的迹象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这成交量已经掉下来了 今天是一万八 一万七 一万六 今天不是六千七千八千 两千多亿的成交量 这是不够的 所以交易制度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去随便乱动乱调整 因为伤害已经造成 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要补救 这是我的呼吁 跌破半年限量也杀不出来 后面势必要等一次大换手 大换手 什么时候会出来 不知道 所以这边就是彻底 打底 反复看看到底 大家可以忍受的低点在哪里 当然 跌升会是最大的利多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因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假设它原本值一千万 当它今天股价价价 价格已经跌到了六百万七百万的时候 当有利可图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资金出手 所以最近短短的一个多礼拜 已经很多股票跌掉了大概三成 两成 再跌下去 有价值的一定会先上来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关键 也关键时刻 它是一个危机 但永远危机中间就是一个转机 当整个大盘因为量突然间不见了 无差别式的下跌 营收创新高的毛利率创新高 EPS创新高报价不断在涨的缺货的 它也给你摔个两三成下来 其他没有基本面的 它也摔两三成下来 无差别式的下跌 大家都一样 但它不会这样一直跌 就像当初大盘在四月份五月份 电子股那一波杀得很凶 因为资金都跑去船长股 航运股跟钢铁股 那不过电子股也是无差别的一阵乱杀 但最后 从五月开始反弹以后 电子股电子指数大涨 上跪的电子指数更是涨得非常凶 涨得非常凶 所以跌完之后 终究它会有一波非常大的行情 那时候资金会回去的还是在于 所有数字非常明确一路往上的 下半年第三季第四季到明年的展望 下半年会反映的就是未来的数字 所以现在你会觉得无差别的什么股票都跌 那当然你可以减 无差别都跌 但你不会知道低点出现在哪一天哪一刻 而且常常它一反转上去 蹦蹦蹦可能一下子两三根 你要再买回来 有些人手脚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你很确定你手上的十股 它的数字出类拔萃 非常非常好 营收财创新高 财报财创新高 后面还在一路往上 短线因为这种大盘的因素 导致行情下沙两三层 这边其实你要忍耐 你要忍耐 你不要去砍在地板上 砍在所谓的网友很爱说的阿呆谷 等到后面突然间一个礼拜 蹦蹦翻上去一下子两三层上去 你要再追 也买不回那个价位 所以还是数字 还是数字 那如果没有数字的 未来若是反弹 后面还恐怕还要再破底 所以当那个转折出现的时候 那个分道扬镳一下以上 不同股票会有天差地别的差异 所以就说化危机为转机 每次这种回档就是下一次的财务重新分配 只要你能持股调整到对的地方 放到对的标的 处理得宜 后面又是一波新的赢家 所以现在要以跌换跌 以落换墙 这是我一直想到的 以跌换跌 以落换墙 然后不要害怕 就是面对它这次的回档 重点还是在于公司的本质 有本质的你不要怕 大概不出几个礼拜 回头一看你发现股价崩崩崩上去 又是一大段 那新一科 早上还有392.5元 尾盘 大盘卖押实在是有点多 所以由红翻黑 中场跌10块钱 当然以高价股 你说380块的股票跌个10块钱 大概是跌2%多 这麦压其实不算太多 不算太多 而且昨天杀的比较凶 所以我认为其实最大的补叠麦压 应该昨天已经差不多了 再来除非盘式真的很差 不然我认为它补叠麦压已经有限 那我预期它的行政电脑的处理器 在台积电那一端的设计的部分 预计在这个礼拜应该就会顺利得到 台电那边应该就收案了 就设计定案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度 经过去年我们9月份买76块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行政电脑 大陆的那一块的 那么大的市场的订单已经进来了 那前面的营收从什么3000万4000万5000万 一路认到快到8000万的营收 就是大部分就是这一块的权利金 第一阶段的 所以前面都在认这一块权利金 然后设计的在台电这边跑了一年 一季这礼拜就会take out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度 拿take out 最后处理器就会产出来 不是大量量产 就是说先試产一些 交给客户去测试 那测什么 就是它未来是公屋电脑要用 跑软体嘛 那装上去之后 跑所谓的XP的作业软体 那跟周边的一个资源 看看有什么bug 那根据我的产业界的朋友 给我的相关的一些 蛮中肯的看法 因为它是X86的架构 所以它在跑起这些相关的 什么XP的系统 跟周边的资源度 跟它的效能 跟当初大陆像是 他们以安膜架构为主的 本土品牌的像熔星跟飞腾的 这种处理器 安膜架构处理器 它的效能是远远大于这些 相容度也大胜 效能也大于 X86已经发展几十年的优势 这安膜架构是很难比的 因为你今天 所有的周边 比如说印表机也好 什么的周边的产品 当初都是用X82架构在设计的 你中间那个处理器 换成安膜架构 你这个周边的资源 其实就会有非常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可能 印表机就常常抓不到 但X82架构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块市场非常大 这个礼拜台电应该就tap out了 但后面还要送给客户做测试 如果run的没有问题 我们就准备要付钱了 付什么钱 跟P2所谓的Fast2 第二阶段的全力金 那这一段的全力金就要多 前面的有点像是 初期的研发费用的那种 的含义 第二阶段因为你tap out了 后面就要开始跟金融代工厂 谈我要什么时候要开光照 第二光照300万美金 那不是一个小数字 然后明年要量产 你要多少产能 你要跟台电谈 你要下定金 要不可未来的投片量 又不是只要金融代工 封装也要 基板也要 所以基板的产能 目前应该货源也搞定 所以后面都是钱 所以通常这个第二阶段全力金 就会多 就会多 所以到时候 营收就看得到 那tap out之后 代表离量产也再大跨一步 所以这是这一个最重大的案子 才已经进入在关键的时间点 关键的进度 今天如果不是大盘连杀8跟黑K 金融科也不会有这种机会 给你从480又回到370 380 在这边给你买 所以我不会因为它这一时的 因为大盘的影响导致拉回 我就改变我的看法 其实它的进度见在险上 离量产再大跨一步 后面会迎来的是一个创新高的大行情 这个股票就是拉回你应该要买 另外我们最近持续买的 实际类比亚西的重压股 上周四涨停板 大盘天天跌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收涨3% 首先盘下加码 尾盘拉上来小跌0.8% 今天早上最多涨4% 又逆势创下近期的新高 但尾盘卖压多 又压回来 但不可否认的 当大盘连跌8天 它几乎是天天逆势 跌比别人少 而且常常逆势涨 非常的强势 谈中的时候是逆势连势 那为什么看好这档类比亚西的重压股 因为我说美商的类比亚西的大厂 它已经通知客户EOL 就是end of life 就是现在既有的产品 到明年出货之后 就不再供货 有资讯类的这些类比IC 明年逐步就淡出 就不供货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缺金源厂的产能 那如果说一样的产能 卖电动车车用的IC 单价高 订单一下子下8年10年 利润又高 那我干嘛跟你在台厂 在抢这些资讯类的 这个单价低 那品项又砸 单的单子的周期又短 所以大厂都会转车用 欧美系的 我认为全部 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那未来都会逐步淡出 这个资讯类的类比来系 所以这个缺货态势会再加重 下半年只会一涨再涨 一缺再缺 第二季已经先涨价20% 7月份又涨了10% 毛利率从3年级跳到40 后面会越跳越高 9月份估计会再涨10% 所以后面毛利率越升越快 当毛利率EPS一路往上的时候 这就是当初上半年驱动IC的翻版 那时候我们在买敦泰几十块而已 那时候天域63块钱买进 点几十几块钱 后来天域涨到390 单月的获利从几毛钱跳到超过三四块钱 其实就是因为涨价缺货 所以我认为再来类比IC里面 这家公司就会是抓比IC的翻版 下半年你将会看到获利大幅度的翻倍在跳 所以这种股票回档下来 最近大盘破底它就没有破底 而且我们是买在回一段时间的相对低档 相对风险有限 只要大盘只稳的那一刻 或先从秩序支持这种股票 所以我还强调我们坚持只买金铭股 那行情好的时候金铭股涨得凶 涨得快 当我们遇到这种行情乱流的时候 我可以在那边很有自信的告诉你说 这些持股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主要是因为我已经从根本就已经过滤过了 他们的毛利率 EPS 营收盈利率什么东西 都是初类拔税的好股票 所以拉回是一时的 盘只要稳了 它上到V转给你看 所以坚持只买金铭股是最重要的 通常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EPS 成长性跟市占率 所以这些股票短期下跌 难免但撑得住 后面反弹你说跌了二三十% 一下子反弹到剩下跌十几% 或者是不到10% 那时候我就有非常大的换股的空间 因为当它基本面在那边的时候 涨回去不是问题 亏损大幅度缩小 这是必然的 到时候我就有很大的换股的空间 然后再换到新主流 一口气就全部撞滑了 重点还是在于选股 就是你要买最好的金铭股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交出 通常是LINE的官方账号 搜尋小小鼠 加入之后每天11点左右 就可以在LINE跟FB的部分 就可以收到我盘中的解盘的看法 对大家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新股票的看法也都会写在上面 加入并且留言 郑老师最棒 新加入20个朋友 都可以得到我未来这个礼拜 布局的最新的标股 同时更重要的是你加入之后 你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 该扩或者该换 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 都欢迎加入我的官方账号 留言给郑老师 所有可以得到标股 我可以帮你解决你持股的问题 等会我们再聊小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因为台股已经连跌了8天 好多股票无差别式的 好坏股票全部都摔了 大概两三成下来 当然我们持股也不例外 包含金利科也跌下来 那预创也从创高的附近 最近也连续跌下来 昨天反弹今天又往下杀 又再度彻底 当然美光前两天 前天先翻红 昨天又小黑 但利器型的记忆体缺货 目前的态势是不变的 单元获利估计达四毛 所以我认为反复彻底之后 再来就有机会做强力的反弹 当然今天也都跌了不少 但我也都不会回避 你会看到说 怎么这样子 你手上的股票最近都跌 一来因为大盘就真的无差别的下跌 其实我们也真的很难避免 但是其实你看到现在跌 是因为我们之前把很多大赚的 都卖在上面了 比如说8261的附顶 我们是卖在130几块钱 今天剩下93块 价差是30几块 但未来有机会反弹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同样的6485点续 今天是跌停板125块 我们是卖在哪里 我们是卖在186跟183 这价差超过60块 所以当你看到说 老师你最近怎么股票都跌 那是因为我们赚钱股票都出掉了 所以留下来的是 当初本来还赚了不少的 现在是被咬回去 所以我们账上亏损没那么多 因为当初可能是赚了两三成 后来倒咬回去 所以其实我们亏损没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这就是还在一个合理的波动 就耐心等待它 未来合理的反弹 天宇也是一样打回起张点 第二季赚10块57 毛利率47 48% 第三季还要再涨价 当然今天也是一样又被杀下来 昨天稍微拉上去 今天又被杀下来 这都是一个过程 消化大盘的卖压 等到卖大盘卖压充分换手完之后 会先涨的就是这些股票 一拳也是一样创高 然后再拉回 要打回起张点 MD只有昨天回档 前面都一路创高 都念第三季忘记 绝对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利多都不变 股价很快速的一个多礼拜 已经回到一个起张点 严格的说 这个都是一次新的好买点 当然我们手上已经有持股了 我们就是耐心等待它反弹上去之后 在重新赚钱或者亏损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之下 我就会开始做一个积极调整持股 然后把它换到最强的新主流 等到后面一波新的行情上去的话 亏损减少换新主流 再大赚一波 一下子就反败为胜 全新类比IC的重压股 我认为这未来就是新主流 礼拜四涨停 礼拜的拉尾盘涨3% 昨天趁回档加码尾盘 拉尾盘小跌0.8% 今天盘中又涨4% 盘中逆势连势红的非常强势 第二季涨价7月涨价9月将涨价 后面数字一路往上 未来就是JYC的翻版 那欢迎大家都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组STARMASTER 加入之后呢 11点可以看到我的文章之外 你有任何事无问题都欢迎留言给我 我来帮你解决换股的疑问 祝大家消息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前线评估定次付投资风险